咱们继续讲野鹿子大权 民间手抄本 这局红方采用飞向局 黑方还中炮 当头炮马来跳 红方硬的拐脚骂 下面黑方起横拘 红方必然也是出局 平局捉马 再兆头一棒子 然后黑方双炮急于中路 双炮急于中路好啊 到底有多好呢 咱们往下看 红方进兵活马 黑方就上马 红方的马上来 有什么手段呢 就要再上马 一马害三险 所以黑方必然进足 红方等的 就是黑方进足 这是一个连续手段 他正好进兵 那你要是杀兵 那你要是杀兵 红方马就盘上来了 马到了这里 江湖雅号霸王马 是最厉害的 是吧 马到了这里 攻势如滔滔江水 那黑方不敢杀兵 红方可要杀足 足也无根啊 对不对 那黑方怎么办呢 哎 格局要大一点 不要计较小事情 要抢大子 抢公事 下去就没了 所以红方只能是平均到内线 然后直接下地 红方抓紧推炮给挡住 然后高居要砍这个兵 这个兵没法保 是吧 你马上不来 黑方是双炮急于中路 所以下面红方肯定是进兵了 杀了兵 就要砍炮 砍了炮就是铁门栓 这个上马 灯中炮没用 黑方一样砍 干掉一个 还有一个 双炮 关键这边是绝杀无解 所以当前局面 红方没办法 只能把这个炮发出来 那平均待着想 红方仅此一招 再把这个炮给削了 下面红方也只能是进兵了 斜马 希望捉马 补偿损失 黑方就平局一将 再平局 叫杀 红方都是三项选择 顿错 是残局的灵魂 下面进局一点 再上马 干什么呢 侧面虎 下面红方不管是进马 还是进炮 守着个点 都无所谓 因为黑方都是平炮 统一标准 红方只能进士 然后 双将 杀起 我 我 我 是 感谢观看